江苏省化工厂大爆炸 伤亡惨重 党管媒体自爆 事故发生后 当地政府进驻建招 布置反无人机干扰器 专门用来对付媒体空拍 而早在2007年 当地就曾发生归宜中 伤亡惨重的爆炸事件 但宣传部门立即启动了一套禁止记者采访的应急预案 不惜用武力威胁 软禁记者 重机收买 色诱等方式收买记者 阻挠采访 终于被协调掉了 有效抑制了谣言传播的空间 江苏详水县委宣传部 写于2007年年底的经验汇报资料 再度在网上引发热议 再提为 陈卓应对突发事件 全力做好舆论引导 详水 1127 事故新闻协调工作的主要做法 的经验总结资料中 总结了当地多个部门密切配合 引导21代媒体 69名记者采访报道的经验做法 文章还详细介绍了当局 区别对待媒体的经验 重要媒体重点对待 一般媒体一般对待 如 对于某中央媒体的采访 他们24小时陪同 先后四次成功劝阻了他们的私自采访活动 最终是他们放弃采访计划 这篇被作为典型经验推广的报告 可说是给党文化增添了又一个范本 经验包括强迫记者接受当地中共宣传部门的通告 统一安排记者的活动 区别对待主体党媒喉舌与一般党管媒体 而所谓的协调就是用党的维稳理论逼是记者就范 不过 还是有记者站出来 揭露真相 2007年11月27日 当地园区一化工企业曾发生爆炸 造成八人死亡 五人重伤 爆炸发生后 中国青年报记者李润文和众多媒体记者赶赴响水采访 李在文章中写道 事故发生后 严城市立即启动了禁止记者采访的应激方案 不惜用武力威胁 软金记者 重金收买 色相利用等方式收买记者 阻挠采访 这些方式包括 封扣费 所有记者都收到了1000元辛苦费 记者采访 拍摄时 遭到警察阻拦 并强制他们离开现场 撕扯记者伊领 强行搜身 搜车 威胁出租车司机 他详细记录自身遭遇 11月29日采访结束后晚上返回宾馆 在正常洗浴后休息 几名农妆艳抹的女子进入房间 想水线宣传部副部长极力怂恿记者选一个 到其他房间去做按摩 被记者拒绝 李牌写道 新华社记者刘兆全也有同样遭遇 前后有几批女子进入房间要为他按摩 最终没有得逞 阻止记者发布真相并不能避免事故的再次发生 2011年 陈家港化公园区内又发生三起事故 同年2月11日 因传闻陈家港化公园区内一家化工厂发生氯气泄漏 有爆炸迹象 方圆10公里内数万居民连夜惊慌出逃 引发交通和通讯瘫痪 造成死人死亡 多人受伤 同年5月18日 陈家港化公园区内的南方化工第三车间 在停车检修时发生火灾 翔水县委书记要求南方化工立刻停产整顿 在整改和验收两个月后的七月南方化工又一次发生火灾 据陆媒消息 次次发生爆炸的添加一化工有限公司 2017年1月还曾因犯有污染环境罪而被法院判决罚金100万元 公司董事长张秦月和科长吴国中均破刑 资料显示 江苏沿城市陈家港化工业园区 占地10.5平方公里 2008年禁区企业已达68家 其中投资超5000万元的项目20家 投资超亿元人民币的项目12家 2018年 当地政府曾对园区内所有化工产业全面停产整治